小小的家也让我们住进了大大的家中 享受着这两三百年的爱意直到受终 行动 真感动 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常求有利别人 不求有利自己 一切立即的生活 都是非理性的 动物的生活 人的理性粉碎了民性 而人的感情 无私是稀有的道德 因为从他身上是无力可图的 君子育鱼意 小人育鱼意 贫不足修 可修的是贫而无质 心育鱼意 不足修鱼意 毫无理想 而又优柔寡断 这是一种可悲的心理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一个难思想的人 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智慧源于思考 智慧是木韵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 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就是宝剑砍下了你的头颅 也不要收回说出去的真理 真理 也扯不断 混杂在一堆谎言里 也会露头 像油必浮在水上 真理多半是 从各种意见冲突中来 智慧有三果 一是思考周到 二是语言得当 三是行为公正 一是是很不乐的 你还不可以冲突中 是最危险的 这者受理智的指导 常人受经验的指导 而野兽受直觉的指导 与其说 我们有权防止犯错误 不如说 我们有权不坚持谬误 智慧最后的结论是 生活也好 自由也好 都要天天去迎娶 这才有资格去享有它 我们都听过新的祈祷 但其实 生的祈祷也一样重要 当我们在拜佛 礼颤时 都是五体投地 但礼佛祈祷的必要条件 是身体 语言和心灵 身 口 意 合一的活在当下 通用语言祈祷是不够的 心与身也要专注 才能让祈祷 才能让祈祷有效 这就是为何密教的祈祷 也包括了大礼拜 这种礼拜 降低自我 打开心胸 令人更亲近大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有心愿和渴望 这些愿望 通常就是祈祷的动机 如果我们修行 但只祈求健康 成功 及良好关系 那我们还不是 名副其实的修行者 真正的修行者 必须更深入地祈祷 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祈祷 必须这样修行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动建一切生命 相互依存的本质 修行者最深切的愿望 就是要一探究竟真理 祈祷 更新的祈祷 我们需要 和对亡者祈祷 一样有用 我们刚开始祈祷时 可能不太熟悉 但已经可以产生一些能量 渐渐地随着持续修行界定会 我们的祈祷会越来越有力量 更见威力 身边的人若快乐 清明 更能增加我们祈祷的能量 周遭的亲朋好友中 有些是坚定而很有启发性的人 想到这些人 就能为身体注入更多能量 感谢观看 在困难时刻 如果将我们的心 导引向自己相信的人 比如佛菩萨 善知识 我们会更有力量 克服生命中的种种烦恼 我们的心能观想着 鼓励自己的人而祈祷 也能向我们信仰的宗教而祈祷 所谓菩萨 是指那些具有慈悲和智慧 是一位有能力去了解 爱并行动的人 菩萨有能力聆听我们 了解我们 并能用他们的力量和心意 帮助我们 任何人 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的必要本质 是无条件的爱 而爱在此生中是真实的 观音菩萨是男是女 是黑是白 是小孩或重置家 都无所谓 哪里有无条件的爱 哪里就有观音菩萨 人必须有观音菩萨 既有很强的愿心 才能成为救苦救难的菩萨 他们为正生所做的善行 就称为菩萨道 如果您想修行 想学佛 首先要学习的 就是寻找自己的生命 那就是宁静 当你找回自己真实的内在 就可以体会到 其实不用依靠外在的自己 你也可以活得很快乐 那就是寻找自己的身体 我们在父亲 我们在悲伤和愤怒是启禄的 来自错误的理解 尤其当心不平静时 我们的理解往往是错的 我们所见所听及所想并不如实 就像当湖面起浪时 就无法忠实地映照出空中的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慈悲的神明菩萨 阿弥陀佛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 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佛像 把经文 把咒语印在帆布上 磕在石头上 随风飘 风吹到哪里 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是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元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怨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凡 咒语 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小灾难 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凡琪寄给你 也多护持印经协会 这个大量制造三宝 风马琪的功德 佛弥陀佛 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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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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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